同志们,本来我想弄一个架子,杆子,放在阳台上面,看来不行,风太大了,把我手机都吹掉,所以我现在就举着了。 大家好,同志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回乡已经几天了,因为一直不在老家,都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昨天下午才回来,大家也都知道我已经有近三年没有回来,肯定感触感受都是第一印象, 真实地记录了我阔别故乡三年之后的一些情感波澜吧,从火车站,然后去了我表情的礼仪,取了钥匙,然后呢,再打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里, 先说打敌吧,打车这件事情呢,以前呢,我们都是在路上随便叫的,现在呢,全面改革了,就是用微信,用支付宝打敌,很容易操作, 它这界面里面有专门的一栏,你只要有微信,回中国打敌,就我的体验来说是非常的快,昨天我打了两次, 一次呢,就是从我表姐那里,就打到了我住的这个地方,一共,就是先在手机的界面上面,它有一个什么生活服务,点开, 然后呢,你站到你要打的地方,然后你就说,我要打车,它会给你一些选择,说你愿不愿意,这个那个,估计有个五六个公司吧, 有些公司呢,是出租车,那个公司,有些呢,是,也是出租车,但是它没有顶灯啊,没有一些标志,但是都属于政府允许的, 那么,我说都随便了,只要车来就行了啊,然后一点,马上出现一个界面, 就是,有人接单了,哎呦,这个估计过了两秒钟, 接单以后,你就会出现一个,一辆车, 正在徐徐向你使劲,这个都,一切都在, 手机上面都能看到,那么这个车呢, 车的,呃,这个这个,这个位数,比如说几个, 也知道,名字叫什么,也都知道,它就开过来了, 嗯,你在那里等,那么等了呢,真的是没有几分钟, 哎,两三分钟吧,车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你上车就不要说话, 因为为什么呢,不需要说话,因为你都输进去了, 于是它就一直把你拉到你的目的地, 也不用付钱,微信里面自动扣账,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 呃,出门不太熟悉,中国现在这种操作的, 啊,哎,它不用说话,得挺好啊,哈哈,这个, 然后呢,呃,这个就,就,就,就成了, 非常方便,上面显示多少钱, 比如说多少到多少之间,误差两三块, 呃,然后呢,呃,还有什么,我想想, 还有那个路线图,它都画得清清楚楚, 当然你也可以说,哎,不要这么走,要那么走, 当然也可以,但是路线图画得很清楚, 呃,昨天我开的公线,好像对我一样, 它说我因为不太熟悉,家乡的路怎么安排了, 所以我也没有说话,就,就,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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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去了, 呃,总体来说,体验感觉还是很好的, 嗯,呃,什么时候加拿大能这样, 加拿大搞不了,搞,搞不定这个, 为什么呢,它首先得有微信啊, 人人都有微信才行,没有微信,没有支付宝,完全不行,啊, 它就没有办法打了呀, 那么,而且它不要,关键是不要付钱啊,直接扣款了, 那直接就方便了,呃,所以这个很好,嗯, 多谈谈郭黑帮,啊, 郭黑帮有一会谈啊, 我先把这个见闻要讲讲,呃, 呃,因为有些朋友都说了, 不要一天打完郭黑帮了, 再说,这些话在中国大陆,呃, 研究郭黑帮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啊, 呃,呃,当然我们也不回避这个话题, 啊,那么,后来晚上我又打了一次, 这个朋友,呃,几十年老朋友去吃了一点, 就是家乡有一种名菜,名点,叫网油卷, 这是用蛋清做的,然后里面是豆沙, 不过昨天的那个网油卷是一塌糊涂的, 呃,完全不是我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啊, 不过也也没关系了, 毕竟是多年没有吃到,呃, 呃,然后呢,就吃上了,呃, 我在上海还吃到了,多年没吃到, 我一直在加拿大呃,想吃的叫粉皮炒咸菜, 但是粉皮呢,它这个上海不炒咸菜, 它粉皮炒鸡蛋,稍微放点咸菜, 哎呀不行,我改天还得去转,啊, 哪个地方有粉皮炒咸菜的,啊, 哈哈哈哈,啊, 啊,那么这个,这个感觉不错啊,啊,呃,就是打地, 现在是,呃,应该说以后回中国的话, 我觉得建议大家,打车,不展人,这是肯定的, 你没发展,它是全部公布在,呃, 呃,这个屏幕上面,你如果要修改你的地址也是可以的, 你,你比如说你打打打的说,哎呦,不对, 我要在哪里停,可以,你现场,现场改, 它去现场给你,给你弄,啊, 啊,所以,这个还是相当的,呃,方便,呃, 再说说这个上网的问题,啊,上网呢, 你就只要买流量,5G的技术明显比4G厉害, 你看我这个手机全是用流量的, 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嗯,呃, 老朋友都没自由苦难说,这个是这样的,啊, 昨天呢,他们也都说高谈阔论, 谈论国家大事,郭文贵什么的都知道,啊, 因为中国大陆,郭文贵开禁之后呢,呃, 基本上,呃,大家都知道,不像我以前来, 他都不太知道,嗯,但是我插不上嘴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都谈论一些,呃,什么谁谁谁现在混得不错, 谁谁谁发了大财,呃,哪里成是这样那样,呃, 呃,还有他们讲那些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些文章,那些网红, 我都一个不认识,呃,说的我一句都插不上嘴, 我就在旁边听听,呵呵,在负责吃饭,呃, 但是还有呢,就吃饭点的菜有点多, 其实没有那么必要了,呃,呃,都是熟人,那么很显然呢, 也人家也可能是客气了,啊,另外呢,呃,那个也确实有点浪费, 嗯,呃,我这次出门有两个浪费,我到现在都有点耿耿于火, 那么一次浪费呢,是发生在东京,东京呢,有一家,呃,饭店, 就是吃那个北京烤鸭的,啊,是中国人的饭店,好像应该是,啊, 他这个吃法真很奇怪,来了一只鸭,一只鸭很贵的, 我觉得至少只折合人民币要上千元,啊,那么,但是呢, 日本东京的吃法是,把那个皮弄下来,其余的东西全拿走, 既不烧汤,也不打包,那等于两百多块,就弄了几层皮, 哎呦,哎呦,这个是太浪费了,我到现在还有一点觉得,这个过于,过于,过于复张啊, 呃,下次谁要去东京吃烤鸭的话,一定注意,你一定要关照他, 把那个皮拿下来以后,余下的东西,给我弄个包,我打回去, 因为那下面还有很多肉啊,这鸭腿啊什么的,都有的呀, 这个都没有了呀,全部给被他们,啊,我不知道他们拿到那什么地方去, 要不自己吃了,不会吧,说是风俗习惯是这样子,这个风俗习惯很不好啊, 不符合,呃,解约精神,对不对,还有昨天呢,也是菜点的太多, 那个这些什么北京,南京降压还是什么家,这些烧得非常好的, 实在没有肚子吃了,结果80%浪费了,有点遗憾啊,有点遗憾啊, 所以这个不好 那么这个吃也说完了 说我到家的感觉 我黄眼看家乡 保证一点就是如实还原 绝不夸张 避开敏感话题 但是我绝不夸张 是什么感觉就什么感觉 这个是我的一个原则 为什么要避开敏感话题呢 没必要在中国大陆直播当中 说一些敏感的话题 这个犯不着 也没有任何必要 为什么我说我自己不隐瞒自己观点呢 如果有些事情我要发表一些不同例件 我当然还是会发表 绝对不会因为有什么顾虑 不会 我当然会说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在中国 我以前也是从事过媒体的工作 对于中国大陆的语境的边界 是有一定的了解 尽管这些年车不太知道他们的新的规定 新的政策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做直播的时候 也没收到任何的提醒 所以因此只要蚂蚁帮不添乱 只要海外的那些亲共反共势力不折腾 我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海外的亲共反共势力 这些人 当中的一些人特别的讨厌 我昨天我还跟你朋友 我说我准备早晨三点钟敲门 敲门了我肯定配合 但是这些海外的这两股势力 当中的一些极端人士 非常非常的令人作偶 虽然他们的目的不会达到 但是他骚扰了公务机关 同时也骚扰了作为我当事人 所以这个非常的讨厌 那么昨天就打开房门 打开房门之后 三年前撤离的时候的场景又出现了 这个是所有都是原封原样 这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贼没来过 另外我还特别注意 有没有动物来过 因为有的时候老鼠啊 什么蟑螂啊 什么虫啊 这个东西 我还专门转了一圈 没有 为什么说没有呢 因为我有两三包饼干之类的东西 食物 没有任何咬动的痕迹 就说明了 没有任何动物进来 我就搞不明白 按理说要进来很容易 因为我有窗户是开着的 它要跑进来是相当容易的 我就想 要么就是没有找到这个食物 最后饿死了 要么就是没进来 我现在分析的是没进来的可能性大 贼肯定是没进来 要不然的话呢 他也扑空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要拿就拿走吧 因为我值钱的东西都在某一年 我妈病重的时候 请了一个保姆 被保姆顺走了 但没办法 因为我自己也是 也是叫什么 自己保管不严呢 当然了 你说保姆拿的 你有什么证据还没有 那么你想想看 总共就出没就那几个人 当然我们也不能赖别人 没有证据 我们也就不要随便指责了 就算自己倒霉 好吧 这可以吧 然后呢 这个到处灰尘蓬蓬啊 还有那个灰 三年的灰啊都在里面 专业打扫人员呢 要今天才来 那么那个灰啊 那可不是一定电的 那么我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去把那个 因为昨天很热 不像今天 今天才21度 昨天才29度 28度 先把空调打开 但是我现在想 空调还打得开 打不开呢 还有那个遥控器的电池 我还要去买 正正在犹豫 我就拿起了遥控器 一看呐 有人说我太多了 这口头禅 没办法 再来一个 就是遥控器 居然遥控器上的那个计时器啊 就是继续点的计时器 还还亮着呢 哎呀 我说这是哪家的电池啊 这么厉害 这是哪家的遥控器产品 这么厉害 这么牛逼啊 那我这个是东芝空调 后来我就把遥控器点开 瞬间呢 让你风徐徐而来啊 我为什么我特别感触呢 主要是我这一台空调 是三菱空调 是一个古董级别的空调了 这个空调是我仔细想了一下 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哎呀 三十年前 199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记得单位最后一次分房子 然后呢 就给了我一个 两居室的 这个小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有了之后呢 我就去安了一只空调 这空调当时买的是三菱的忘了多少钱了 嗯买了一个空调 那么到了1995年 也就是两年以后呢 我就在这个地方 呃就是作为这里的原居民啊 第一批原居民过来啊 那么这后来想想再买一只空调有点浪费 因为原来的地方也不去了 就把那只空调就拆过来 那是1995年或者96年的时候啊拆过来 在一晃这个空调买了三十年 那么当中当然我出国将近二十年 其中呢 没发生过故障 就是换过一次佛粮 每一次回来呢 我都稍微用一用 但是这一次我为什么 我特别没有信心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三年了 你这还能用啊 果然还能用 而且力度还不错 我不仅对三菱重工啊 至于崇高的敬意啊 这个电器做到这个份上 这个牛了啊 牛了牛了牛了啊 牛逼了 我我另外还有一台空调呢 是东芝的 还是夏普的忘了 那个空调是基本上没有开过 因为他哎呀 当年说是当年中国大陆呢 就是有的时候装修呢 就是有一个不好 就是互相呢 有点攀比 就是好像客厅里面 不放一个劣势空调 不切拍 就买了一台 我记得好像是七千块钱 很贵的 不是七千就是五千的 我忘了 那时候就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末期 整个开的次数 绝对不多于二十次 说二十次都说多了 十几次 因为好像没有必要开 在房间里有了空调 这个客厅里就不用 热就热一点 这个东西 哎呀 无产阶级 就这个样子了啊 那么后来呢 那个我关键是 这个发现这个空调啊 特别的厉害 而且呢 我对当年装修我房子的那些人的质量啊 高度评价 那墙只到现在一张不落呀 嗯 那都多少多少年 二十八年了呀 一张不落 就是我说的是卧室的啊 别的地方还是有 像吃饭那个地方 墙只是掉下来 那是因为受了外面那个潮 雨水的那个影响 就是外面是外墙 可能受潮或者怎么样 那么第二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老区了 我相信居住在这里的原居民啊 就是第一批进来的原居民 估计是个位数了 总共就两栋楼啊 一二三四啊 四个单元 一共八 就四个单元一栋 就是老居民不见 原来我跟我对面的那个老王啊 我们两个人调侃 他比我年长一点 我说 我每次回来都说 你看 老居民现在就我们俩了嘛 他说还有什么几个几个 没几个了 那个二十多年以后 这个房子是破烂不堪 外墙是就一看就不成样子 那这次回来一看呢 粉刷一新 这个粉刷呢 我知道这个事 因为他们物业跟我联系过 没收钱 就是所有你看到的地方 全部粉刷一遍 所有临街的地方的空调 全部装上了统一的 什么保护装置 这个说是我所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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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叫街道 以前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是街道 好像是 全省的什么 什么文明 什么中心之类的 文明示范点吧 哎呦 这个里边 我刚才小区里面去转了一下 那这是到处标语啊 哎呀 叫什么党群服务点 以前我对面有一个开火锅的 现在都变成是政府机关了 那个火锅店不开了 变成是这个街道的叫党群服务中心 我叫党群服务中心了 党群服务中心的旁边呢 是这个街道的好多的局 你看街道里面都有局了 那里面你说产生了多少局长啊 什么司法局 什么审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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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局 至少三个局 全在 全在我对面了 走过去 一分钟不到 多少局啊 局下面还有中心 中心下面还有什么组 哦呦 那个机构多了去了 哎呀 我们像这些局长啊 我们也是那是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啊 真的是这么多局 我我改天我到他们办公的时候 我去看看热闹 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工作的啊 呃 这个完了以后呢 呃 我的最呃 也也不是最大的感受在后边说啊 后来我就就发现这个全部粉刷一遍 关键是没付钱的 还有呢 呃 电梯也更新了 那电梯更新了我知道的 呃 我不记得 呃 是付过租金的 就是他没有收电梯钱 是付的那个一笔就是租金啊 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 钱是之前收的 换呢 是这两年换的 然后关键是这个走廊上的那个雨棚啊 全换了 因为以前没有雨棚 现在全部安装了 因为有了雨棚之后呢 他就是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 你你你你外外走廊走的时候呢 他就不淋湿了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暖心的工工程 没给钱 那么后来呢 关键是我 跑到我那个 不是那个他富士的嘛 还有二层 二层外边呢 有一个就是我现在站的地方呢 是个就是阳台 露天的 原来呢 我铺的都是碎的那个大理石嘛 就是碎的那一块一块 就像公园里面那个那种弄的啊 都铺得好好的 这一次一来一看呢 全部啊 把那个叫什么啊 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嗯 就这个防水装置啊 防水装置 嗯 这是防水装置 就是这个全部铺了 也没也没算钱呢 我还没去到物业 也许物业准备交钱 那个单子还开了 反正现在还没付钱 这个一弄呢 因为就保证了不漏水了呀 我之前是也不漏水 但是还是有一点 那个那个叫地方 估计这个弄了以后可能会好点 这个也没想到啊 这不就 我说的雷锋你们在哪里呀 雷锋请举手 雷锋就在那个党群服务中心 那么更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后来我到了卧室 我打开阳台的窗户 我一看不对 为什么呢 眼前的景不对 我默然有大约有两秒钟 我都我都有点恍惚 就说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这不对呀 这刚才都是对的呀 就是眼前的场景变了 那以前呢 一大片的 就是破烂不堪的 上世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 那个居民楼 那个居民楼破烂程度之高 超出想象 那么我们也不在阳台上 天天看嘛 所以也都无所谓了 但是这一次一看呢 哎呀全拆光了 那个可是有好几十栋啊 好几百户人家一大片啊 嗯 就是现在所看到 就是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大型的一个停车场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 我觉得有点 因为以前我也没听说过啊 说这一片都要拆 而且呢 因为按年限呢 好像也不算太 大概是八十年代 后来我早晨呢 我就去转了一圈 去问了一问 因为当中有两栋没有拆的 就是其他全部拆都拆光了 我就问两栋 为什么不拆 就问了一个老头 老头说啊 他说这些都是威房啊 大阪建筑啊 有些什么东西强都塌了呀 所以这个政府就采取措施啊 就把这些所有这一批 那一年建设的 这些大阪建筑全部拆光 移走 不然的话就要出现危险 那么这个大工厂 那么这样呢 我也有一点 我也有一点得意 是什么呢 因为一打开不是破烂不堪的 那个居民楼了 一打开就是 一大片的那个汽车 汽车的那个叫什么 停车场 那么这一下子 景观就 悦目了 就不再有那个破楼了 这个我觉得 还是有一些感慨 城市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 好 这个呢 就差不多就说完了 共产党才会出钱免费给平西方 你懂的 这个事呢 不能这么看 我认为 这个每个政府 这个发福利的方式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真正要说福利社会 那当然是加拿大是 不说第一呀 也是名列前茅的 这个就关键是看那些 对弱势群体的这种关心 以及呢 对于税务居民的这种政策的倾斜 这方面 有人专门研究过的 那确实是对自己的国民是相当的好的 我们不应该为了表扬这个而贬低那个 这个是不厚道的事情 那么这个 为什么这些要进行粉刷油漆呢 说是有一个什么工程 就是让城市更美丽 就是所有沿街的居民楼 全部要粉刷一遍 那么这个呢 也确实城市变得美观了 那么如果没有领导 有这个决定呢 恐怕这个 至少要到人头上去收费 对吧 那么人头上去收费呢 我估计收不到 因为有些人说我不要粉刷 那就收不到了 对吧 所以呢 那政府把这个大包大篮 我认为有道理 但是后来我也注意了 你像比如说那个空调的那个保护的那个家族 它只有沿街的有 它里边都没有 就是有的人不是在另外一端 还有还有还有那个嘛 还有还有那个就空调 那就没有了 只有沿街的都有 这个就是那好吧 那我接下来谈谈老龟 老黄应该讲讲中国国内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的到底的啥感受 还有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离开的变化 再对比一下这个数据 我看了一下物价啊 因为我还没有 我早晨去买了一个早点嘛 买早点 几千万买的钢筋混凝土 这个买早点的时候呢 一碗豆腐之类的东西呢 是两块 跟我上次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一块马饼是三块 五块 价格没有明显的上升 这个就是吃早点这一块啊 没有明显上升 其他呢 因为我还没有涉及 昨天他们吃饭 我看了一下菜价 荤菜一般是在将近五十块钱一份 蔬菜是三十块钱左右一份 因为那个店呢 据说是性价比较高 要换来别的店可能更贵的 食品安全呢 我没有这个指标 那个没有统计数字 我相信肯定会比国外差一些 在具体不太清楚 要一会儿今天中午 我见了有一些 原来在政府集团工作的人 稍微给大家问一问啊 问一问 如果 如果 有回答的话 那么 就 就那个 不过呢 我有一个 切身的感受就是 还是不受到尊重啊 我举一个例子啊 服务行业有的时候 顺其凌人 我就想 昨天 我从上海坐高铁 不是高铁 叫什么 高铁差一点 高铁下来就叫什么 店 反正就是也是很快的 到上海到这边 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 然后呢 下了车了 到我老家下了车 然后人家都往前面走嘛 我呢 正好要回个短信 我就把 我就没有下楼梯 我就把 我的旅行箱呢 就放在站台上面 离那个下楼梯的地方 大约有15米左右 那么后来人家都全走光了嘛 突然 有一个叫利益声啊 在广播里面声音 还不赶紧走 快走 哎呀 这这这这什么呀 我对这个是不是说我呀 这个就是警察审判人啊 快不赶紧走快走 还不赶紧走快走 这个没必要那种声音 对不对 你不就是一个服务行业 喊喇叭的嘛 至于吗 你就是警察 你也不可以这个样子 你说哎 那个站台上的那个叫旅客 请你们赶紧离开 这也是一句话呀 对吧 这是什么呀 后来站台上另外还有一个人 也在那里说 那个是态度稍微好了一点 那我告诉你 就是你有的时候 你就会从这个细节当中 就就感受了一种啊 不被尊重啊 那么第二个细节 第二个细节是我出战的时候 出战的时候呢 嗯 嗯 那个现在是就凭票嘛 有的凭身份证 就是出战 那么有一个人 有一个女的 她呢身份证是临时的 她就刷不了那个什么东西 她可能也没什么票 反正刷不了 然后呢 她就跟那个出战的 那个火车站的管理人员 就打了个招呼 然后说我只有临时身份证 那个人呢 就让她走了 那么这个女的的妈呢 跟在后边 呵呵 她呢 就不理 也是本地人 她是说本地话的 这讲话就不太厉害了 啊 就可能身份证也被掏出来还是怎么的 那个那个管理人员就抓贼一样一把呀 把那个老太太呀 拽到旁边 弄 弄什么 干什么呢 我就是 我们真是 可能我们也有点 那个小资啊 就说 在西方待久了 还真没见到 这么对待自己同胞的呀 你怎么这个样子呢 我知道 你们每天面对不同的旅客 是 可能繁星事儿也比较多 这这这 还有我在上海也是 上海有一班车叫113路 那个隔壁老 隔壁老王 老车啊 113路 113路车 往火车站开 上海啊 开的途中 上来一个上海老年妇女 问问路啊什么的 问问问 问了问了 以后呢 那个司机有点烦 训斥了他两句 那也就算 后来啊 就是 那个汽车开的过程当中啊 这前面有一些行人 什么 危惧 这个小子 这个司机啊 把头伸出去啊 大骂呀 吼啊 这是 我觉得这些服务管理人员还没有跟上一个文明城市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对自己的同胞 这个缺乏最起码的尊重 没必要自己因为掌握个方向盘把这个门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 就像有些机关有些部门那些人不要以为自己掌握着一些人啊出行啊 进入的一些啊 这个权力 然后呢 就就处处的啊 呃 那个 呃 让人添堵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如果这个软实力不提升啊 我我我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呃 这就是说到这里啊 注意 我讲的都是切身的感受 嗯 它有变化 我们肯定 它有一些没有变化的地方 呃 我们也要批评啊 呃 不是每一个人都跟老黄一样 把这个想法讲出来的 那有些人是不方便谈 有些人是没有渠道谈 还有一些人呢 呃 不好意思 可能没有水平谈 因为他这个走过来走过去 他就看到这些东西习以为常 他也不加以仔细的观察 是吧 那么恰好老黄有这个呃 可能 虽然水平不高 但是我至少可以把我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啊 希望每一位回中国的人 可以自己再去比较一下 好不好 啊 最后呢 我也几分钟 我来聊聊关于郭文贵 那么郭黑帮的周年庆典呢 本来就在下个月四号举行 呃 郭黑帮这是在 没有郭黑帮的 呃 这个邪教主的情况下面举行的第一次的呃 呃 这个庆典活动 呃 呃 那个Kenny啊 什么叫老黄回国 就是就是来找毛病啊 啊 你你 我我对于这种啊 呃 这种人啊 用这种心态来看别人 来看自己居住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病态的呀 哦 有了问题就不能提出来的 天天高高就唱唱赞歌 有意思吗 赞个赞歌我前面也唱过几 几首了 那有的时候说一下 那总不能一一位的唱赞歌吧 哎呀 你们这个CCTV洗脑还真是洗 洗对了啊 就专洗你们这这这这拨人啊 嗯 那么呃 呃 那个叫 他们这个庆典活动呢 呃 本来 各劳改农场的一些头面人物 都买了机票要前往 呃 昨天呢 发出紧急通知啊 立马停止 不要搞啊 机票全退了 我们这个这个线下活动不搞了 我们搞网上的了 我不知道是受到怎样的一个压力啊 但是我相信即使要搞他们出钱的 肯定是法治基金法治工会 这两个黑帮的炸财啊 啊 那个叫叫叫 呃 项目当中取钱 而这两个炸财项目的取钱 其实现在已经变得很困难啊 啊 那么因此呢 呃 同志们 这个这个预示着郭黑帮也知道 大难临头了 其实大难已经临头了 他们要装着 好像是天下太平 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还要稳住那一些苦主 让他们不要来问他们要钱 但是这个愿望很快就会落空了 所以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啊 下个月四号 他们以哪种方式来纪念黑帮 成立应该是三周年吧 成立三周年 啊 那另外呢 郭文贵在狱中呢 呃 现在我们没有第一手的资料 呃 第一手的讯息 呃 但是呢 根据我们从律师 美国的律师那边了解的情况呢 一般撑到第三个月 就 就差不多了 啊 像郭文贵呢 他没有长期服役的这么一个经历 呃 还有呢 一系列的问题 就导致凡是在狱中的那些复案者呢 一般都会倾向于认罪 那郭文贵现在当然是没有认罪了 当法检察机构认清事实无误的情况下面 呃 向郭文贵和他的律师呃 来进行交涉 呃 说你认罪 那么我们判你18年徒刑 不认罪判你56年的时候 郭文贵肯定认罪啊 啊 那么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 大家等着 老黄现在砸锅的比挺锅的人马强了 郭别紫丸的 啊 现在 现在不是砸锅的人比他强 是现在支持郭文贵的人已经变成是亡命之徒了 就是啊 黑帮里的人变成亡命之徒了 因为黑帮的大佬二佬以及他们的啊 那个幕后那个叫什么呃 这个主使者一个再逃两个被抓 这个等于就是坐山雕在威虎山 坐山雕都被抓了 你说你威虎山里面的土匪还能混几天呢 混不了几天了呀 哎 哎 这个呢 哎呀 让他们天天在那里玩吧 啊 呃 我看那个 这个桑托斯吧 这个共和党里面个臭不要脸的众议员 呃 昨天在美国众议院啊 要求释放郭文贵 说郭文贵是中共第一号敌人 把蚂蚁帮的话全部说了一遍 这个臭不要脸的啊 共和党的败类啊 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个耻辱啊 他自己本身现在是富岸在身啊 属于取保候审 他已经乖乖认罪了啊 就等着法庭制裁了 就这么一个丧家之权 还在众议院里面为他的啊 以后的老友 郭文贵 名冤教区 这真是不要脸 哎 美国民主制度啊 这个这是一曲悲歌啊 呃 我说了四十分钟了啊 呃 我就差不多了 这几天看到六七十岁的大娘 呃 那个 昨天他们也谈到 有一位中国的六七十岁的一个大娘 知生渡河 逃往美国 我不知道 她身上发生的人生故事是 是是是怎样的啊 但是我相信总有原因 呃 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什么呢 呃 他在 就是油 就是求渡 就是糖水吧 应该说 呃 糖水过河的那一刻 他是非常的镇定的 也是非常的坦然 他利索的把他的包丢下来 把防水的一个小包啊 拿在手里 就从容的走向了水中啊 最后他成功了啊 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在现场报道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啊 甘愿 呃 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亲人 甚至离开自己的子女 然后 去往美国呢 这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 等回到温哥华之后 我们好好探讨一下 哈哈 啊 那个 好吧 那我就先聊到这里了啊 哎呀 风有点大 嗯 呃 那个 啊 据说是个画家是吧 哦 不太清楚啊 啊 上次报庭那个大娘啊 上次报庭的大娘呢 叫冯阿姨 这一次呢 很多朋友都说 你去找找冯阿姨 因为冯阿姨呢 不在我这个路段的报庭 她在另外一个路段 呃 我过两天好不好 我去找一找她 因为我有她的电话的 她即便不在报庭 我也能找到她 呃 我一定 呃 转达观众朋友们对她的 呃 问候 同时呢 这一次 可以请她聊聊郭文贵了啊 因为 我到这边来是不参加任何采访活动啊 呃 也不会有任何的什么报道 不过呢 冯阿姨是 也算是我的一个老观众啊 老老老朋友 我们可以跟她聊聊天 谈谈她的生活情况 这个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报庭肯定没了 报庭还可能真的是没了 因为我 因为 最近这段时间的所谓的这个 呃 光彩工程吧 就是 应该是把那些报庭都撤了 呃 我没看到有什么报庭 呃 昨天我在马路上都没看到 应该报庭撤了 呃 报庭撤不要紧 我上冯阿姨家啊 我请冯阿姨吃个饭啊 呃 我跟她聊一聊啊 好 这个工作 呃 那个 是吧 果然是中共同志 哎 我 你如果这个是说 说我的话啊 我要给你们说一句话 嗯 就是 不要老是以反共轻共的鉴定师的身份出现 凡是以这个身份出现的人 理论上面都不是好东西啊 就是经常给人鉴定的就不是好东西 你说人家都没关系啊 而且呢 你不管是反共轻共 你做了些什么呢 你做点什么呢 那为什么真正反共轻共的人 他不太说的 不太去鉴定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你什么都没做 哎 所以 你这样说就不 哎 这让人看不起 还有些人说 嗯 这个在 在在在那个谁 在那个叫 嗯 呃 加拿大的时候 呃 你轻共你轻共 然后老黄到了中国了 呃 你反共你反共 这个叫别有用心 啊 这个性质比刚才说的那个 给人家贴标签的人更严重 这叫别有用心 而且说这话的人一般都是同一波人 那就更是人格分裂 大家在生活当中远离这些人格分裂的人 哎 要结交的朋友很多 这种人赶紧远离 这种人交不得 我自从评论郭文贵之后 我就深深感到 哎 有好多曾经朋友 都都后来就露了真相 呃 那个后来还假冒啊 跟我很熟的样子 其实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这些人 我老家的也有啊 呃 在温哥华的也有 所以这些人呢 呃 我们虽然说不计较 但是心里呢 有谱 这些人不可教 啊 凡是那些 我这两年没有联系的人 说的就是你啊 呃 我 已经到了一个 无所谓的年代了 啊 无所谓的年龄了 啊 因为 呃 生活当中 我们有 那么 呃 七八个个位数的好朋友 密切交往 我觉得就不错了 呃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三百壮士这些 啊 跟我们风雨同舟的 打骗的这些 这些战友 朋友 这个我觉得人生已经很丰满了 啊 好吧 同志们 我就先说到这里了啊 呃 一会儿啊 呃 我我就 我还要去转转去啊 还要去办点事啊 好嘞 再见